大家好,我是小杨 天气越来越冷,苹果我们不要直接吃了 今天就加上三个鸡蛋 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有营养 给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下面我们准备上一盆清水 在里面加一勺食用盐 用手搅拌均匀 把苹果放在里面清洗一下 因为苹果皮非常的有营养 我们就不去皮了 用盐水可以把苹果清洗得非常干净 去除一下表面的农药残留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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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性也非常的好 里面加有面粉 苹果 鸡蛋 还有玉米面 主食和水果 还有蛋类 都是一应俱全 用它来当做早餐 也非常的不错 营养又健康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想的视频 帮忙转发 关注评论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